然后那个时候去美国还是要面试的 哦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我就有印象这个 就是我们就是全部都是要装作一副 我们很天真乖审的样子 那时候我们被要求就是说我们不要多话嘛 我们就是带着微笑啊 这也不是很难啊 谁会就是刺青说 哎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情景小剧场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哈哈哈哈 每两个月 对两个月不见了 大家好 嗯 哎大家说到日文 为什么要讲日文 你会日文哦 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会日文耶 对距离上次我们的节目 什么解忧杂货店啦 两个月了 嗯真的好久以前 哎可是我们那两集啊 嗯 就是点听数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快要破两集 因为大家都没有朋友可以听 我想说这什么节目等一下 这样子 大家久等了 嗯 嗯 是 对 为什么我们会一直都没有更新呢 那要问你啊 懒惰啊 这是你主导的 嗯 我想要先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个就是 我们彼此当时工作都蛮忙碌的嘛 就是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 然后又有什么过年干嘛的这样子 好那我承认我本人也有点懒 其中有个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 我们那个时候常常想说 今天一定要做节目 今天一定要来准备一下 然后我就跳了一部电影 然后看完之后就想说 好来就是准备一下这样子 可是呢我当时跳的几部电影啊 其实都没有真正触动到我 其实我还蛮在意这个的 就是如果不是真心喜欢 真心想要分享这部电影的话 我就没什么动力这样子 你这样很像是那种 金马影展的选片人员 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是会一直选一些片子 然后如果是觉得不OK就不会紧啊 就不会 是这样吗 对因为他们一定要有一定的品质啊 要不然就是会被别人说 这个影展的品位很不好 对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就是算是一个podcast的日文的一个 情境单元的就是影展 哇我是选片人 可是我觉得那个片是骗人的片 选骗人 你没有骗啊 你真是非常真诚 我是选了两个月 哎我跟你讲 我前面真的是选了好几个 然后我就是花很多时间在准备 然后后来就是想想 还是没有非常喜欢 算了 金马影展 因故延期 这样子的意思 对就是 而且我 我会花很多时间在看这部片嘛 然后就是会 做笔记啊 然后把一些觉得不错的 这个句子先录起来 然后之后再来好好准备 相关的一些资讯 嗯 然后常常就是 我说之前 对 常常就是选完之后 然后做个功课 然后发现 还是没有很喜欢 然后就看看你 其实最近在干嘛 好像很忙的样子 好算了算了算了 然后再过一个礼拜 我就忘了这部片在说什么 其实我有做笔记 嗯 即使我有做 可是 就忘了 就是那个感觉忘了 好我们现在公开一下 就是 选到的不好的 不适合的片子 我没有说不适合 我只是觉得 没有那么的触动 好那有哪些片子 蛤我可以讲吗 可以啊可以啊 有一个叫做 那叫什么名字啊 嗯 龐克头返香记 哦 就是那个冲田修衣的 其中一部作品 它怎么会不行 哎我觉得还不错 我真的觉得很想要分享 可是 就 没有 或者是它刚好那个风格 我觉得还不错 真的不错 对 然后但是就是刚好是 年底最忙碌的时候 然后我就慢慢的淡忘了 这部片这样子 后来我又看了一部片 叫做深夜巴士 也不错 可是你没看完 对 对 就这样 其实也不是不好看 只是就刚好 那一阵子 比较想做早饭的巴士 就跟你说我选骗人吧 哈哈 就是这样 这样子 对 那这两个月呢 经历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家小孩 罗莉啊 满六岁了 嗯嗯 对 真的是忙到连就是写一个 生日快乐文都没有耶 对啊 对啊 就这样过去 是不是 可是我们有帮他拜一个 生日会啦 对啊 就是我们家人一起的 嗯 说到他 我觉得他真的是 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 嗯 我每次看到他就是这么男孩子气 他是女生 可是他就是很早的时候就很抗拒穿裙子 然后就拒绝什么任何女性化的衣服的时候 我心里是蛮高兴的耶 因为我觉得他很特别 对 就是没有说跟其他的女孩子一样 说我要穿公主啊 我要万圣旗的时候 我要跟什么什么 什么艾莎一样什么的 嗯 我是前阵子是米豆子嘛 他都没有 对 我们学校是没有那个活动啦 可是我觉得 他真的是非常的特殊 嗯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好像也有意识到自己很特别 所以好像有一种变本加厉 就是变本加厉好像不是很好的句子 就是会觉得这样很好 所以他就会一直 强化 对 就是他的人设 他自己的人设就开始会更强化这一点 对 的感觉 嗯 对 那 就是我觉得其实他这一点跟我小时候蛮类似的 哦是吗 就是你意识到当然觉得你是特别的 那你想要强化这个特别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我 我没有他 现在的他这么勇敢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自卑心 在作祟 嗯哼 对 因为 我跟他相反的哦 就是他是比较男性化 那我小时候就是比较女性化 哦 对 那 但是我觉得一个男生 被贴上女性化标签的时候 会比较自卑 在那个年代吧 对 嗯 而且或者是我没有 像我们这样的父母 哦 原来如此 就是 呃 我父母 或者是上一代都会比较传统嘛 对对对 其实不能怪他们 那个本来就是因为他们的教育就是这样嘛 男生就是不能哭啊 男生就 对要有骨气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会有些东西压抑着 嗯哼 对 可是我觉得后来在看我们小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哇 他有很不一样的生命力 嗯 对然后那个是我觉得我想要去找回来的 就是我想要跟我小时候的自己对话 嗯 原来如此 哇你这个很像是把自己的童年再过一次的感觉 会啊 嗯 那你觉得他有什么优缺点 优点 其实我觉得他优点跟缺点是一体两面 嘿 对 很多事情都这样嘛 是 他优点就是完全不会受到传统的框线 嗯哼 还有他没有框架 嗯 所以他的想象力很丰富 嗯嗯嗯嗯 而且很自由自在的 对 对 可是缺点就是 如果他这样子的个性要在社会上生存的话 就会变成是 可能会在别人眼中可能是觉得他太过于 嗯 不守规矩 嘿 或者是 嗯 造成一些困扰 因为他就很冲撞体制 你就直接说他不乖嘛 哈哈 不行啦 我觉得其实 要看他从事的 的行业 嗯 是怎么样 对啊 我觉得他以后可能就是那种 会 会挑战的 对对对 就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创业型的人 对对对 或是什么 社运的一个发起人 对他不会喜欢 就是上班 下班打卡那种 对 可是像我就没有这种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体制内的 嗯哼 对 我只能在体制内的状况下去 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 嗯哼 对 所以 嗯 所以我其实 我就是觉得他这样子的话 他会 可能他人生会经历一段 有一点痛苦的时候 就是要调整自己嘛 对 挫折 因为毕竟你无法叫全世界都绕着你转嘛 当然啊 对 这也是我们父母必须要教会他的事情 对 就不是他说了算 对 有时候也是要稍微 呃就是顺应一下这个世界的规则嘛 不然的话你就不是人 我的意思是说就不是人这一个群体动物了 对啊 嗯 那你觉得还有像你的部分吗 像我的哦 我觉得他其实真的 老实说不是有一句话啊 就是父母都会特别讨厌跟自己相像的小孩吗 嗯 我在某方面真的是蛮讨厌他的 比方说真的很不听话 就是你 对 你就是这样啊 对所以有时候 就叫我干嘛 我就真的很不想照着做啊 对 是不是 他 他很依赖你 对 我觉得他蛮依赖你 对 可是我请他做什么的时候 他其实常常当做耳边风 而且 我觉得他是故意 有时候是故意想说 反正妈妈会 还是会罪我还是会说 呃 呃 虽然我骂你 但是我还是爱你 这样子 因为就是我 对 所以如果是我迟迟不说 又真的是在 疯狂的气头上的时候 我说我不要讲 那时候他就 呵呵 呵呵 这样子 你刚刚刚怎么 有时候是真的 这样子 真的气死了 那好像跟他就是 有点孩子气的在 就没错 就讲了很多次 然后他都是不听的时候 真的觉得 也是觉得蛮挫折的啦 想说 为什么他 这么的 跟我身边的孩子们 身边的爸妈 朋友 他们的孩子 比较起来 真的是比较 没有那么的 嗯 我不想再用听话 这个字了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 看人脸色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听话 是一回事哦 就但是我觉得 我想要教会他的 最重要的一个 人格特质 就是要有 他 他 他